好 其實市場為什麼會跌這麼重呢 不外乎就是擔心景氣要衰退 人員常常告訴大家 降息已成定局 所以不能因為景氣衰退而降息 但這要靠總監專家來幫我們解讀了 因為我們看到就業數據 確實是好像不太理想 低於市場預期 那為什麼 小明同學 你覺得叫做跌過頭 跌過頭這個事情我們要來定義一下 因為禮拜五的晚上跌了756點 但今天收盤是跌了290點 好 如果禮拜五夜盤台子旗亂談的人 今天就很催心 對 沒錯 那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先想想看上禮拜五 大家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情 原本是在期待說這個非農 我們已經有跟大家報告 失業率應該要先降下來 對 數據公布出來 失業率也真的降下來了 然後呢 奇怪怎麼睡一覺起來 跌了700多點 而且夜盤是先往上跑的 對 先往上跑 所以代表市場在第一時間是 正向的解讀這個數據 後來怎麼了 後來怎麼了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市場的故事到底是什麼 這一份就業報告啊 應該說是在聯組會開會前 最重要的報告之一了 對 最重要的 那呢 在這份報告完以後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一錘定音 什麼叫一錘定音 降一碼 哦 好 就是降一碼 降一碼已經確定了 對 這件事情我們滿有信心的啦 因為在盤中的時候 事實上整個利率的共識 一直跑來跑去 甚至有認為說可能有降兩碼機率來到50% 可是很快的又下來了 對 那代表什麼 市場在消化完了這一份就業報告數據以後呢 認為聯準會降一碼的機率 應該還是比較大的 那也跟我們之前分享的這些觀點 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你聯準會不太會有那種一瞬間的大動作 因為會嚇到市場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降一碼的機率比較大 那為什麼會這樣解讀 我們要來看這一份數據到底怎麼講呢 首先上個月的非農啊 原本一開始的初值我記得是11萬多 然後呢 在這個月公佈的時候 會把上個月的修正值也公佈出來 所以上個月的數字下修 就是上個月的數字下修 大家會覺得這個應該算是一個比較沒那麼好的消息 但是呢 這個月呢 最新出來的新生就業人數是14.2萬人 低於市場預期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講這個數字到底是高還是低 其實啦 它真的不算是一個很差的數據 它只是低於市場預期一點點而已 那另外的話呢 你看看得更細 你會發現有一個叫做平均時薪的這個月增率 從上個月的0.2到這個月的0.4 其實這一個增數是相當快的 也就代表呢 對於美國的勞動市場來講 他們的消費者 他們的這些勞工收到的錢 賺到的錢變多 那這對於經濟來講 它就是一個下檔的有效的支撐 好 所以這個反而是好的 對它是好的 這一個這個一定沒問題 它一定是好的 欣欣 好 再來的話 週公時也就是工作的時數呢 從34.2回升到34.3 這一個數字的話呢 它要把它變成是另一個面向來解讀 除了呢 我工作的時數增加 代表的是目前的勞動市場的需求還是很強 是 所以才要加班嘛 對 如果沒有工作的話幹嘛要加班 再來呢 信心是就是失業率 也從4.3真的跟我們講的一樣 掉到了4.2 所以看完了這些數據以後 來我們來看 雖然新增就業人數不如預期 但它還是高於長期平均的新增就業人數9.5萬人 所以這要告訴我們的是現在的美國經濟 它是從過去的勞動市場過熱 到現在呢 是一個均衡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好像以前那種就是什麼失業率3點多% 新增就業人數30萬40萬 那個叫常態 那個不是常態 那個其實有一點過熱 而現在的數據呢 看起來我們應該把它叫做均衡 是 對 所以我們在解讀上面的話不會這麼的悲觀 還有呢 我們的經濟數據要搭配來看 上禮拜有跟大家解讀過ISM的這個製造業指數 那後來服務業指數公布出來 也確實它的這個就業就是僱傭的指數 它還是大於50 代表企業還是在持續聘人 只是聘的速度沒有那麼快而已 那我們把這些加起來看的話呢 大家會覺得這個非農的新增就業人數感覺好像在往下掉 對啊 但我們就說過去你如果看到2020年以前的話 它的平均是9.5萬人 所以這個是在疫情過後呢 一瞬間呢就業人數拉上來 不要把這個當成常態 那另外呢你以失業率來看 4.3%是什麼樣 4.3 4.2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有一個經濟學裡面的概念叫做自然失業率 就是整個經濟它在一個很均衡的狀態 不會有加速成長也沒有衰退的話 自然失業率一般來講我們把它當成4% 所以現在你4.2%距離4%說真的失業狀況不嚴重喔 失業率不可能掉到0 所以既然它是在一個自然失業率的情況之下 美國的經濟就像是一個呢平穩前進的一個列車 那我們不能說一個平穩前進的列車是在陷入衰退的狀態嘛 所以我們在看這份數據的時候 完全不覺得這份數據有什麼很糟糕的地方啊 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也講了 他說這是軟著入 確實啊那就是大家會擔心的是經濟衰退 可是這一份數據完全沒有告訴我們經濟衰退的隱憂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呢在數據公佈的第一時間 美股跟台股是往上拉的 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用了同一張表再去做解讀 因為我們上禮拜來的那一天剛好外資大賣108億 而且呢史上第一大 史上第一大 那我們就統整了過去外資只要大賣以後呢 在後面幾個交易日裡面呢 台股的表現怎麼樣 而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解讀的是 你在後五日 大家可以看到後五日的這一段 其實呢綠綠紅紅綠綠紅紅 所以當時我們跟大家講說在短線上 也就是在未來一週還有可能會有低點 波動持續 對波動持續有群聚性的 所以呢還有可能有低點 那今天確實呢這個低點讓我們看到了 可是我們在當時也跟大家講了 我們把這個時間拉的更長 後20個交易日跟後60個交易日來看的話 平均來講呢 其實加權指數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呢我們現在剛好我們就看嘛 9月4號外資大賣超 那到了10月4號的時候呢 而我們的看法是相對比較樂觀 那現在市場在等的就是聯準會 到底要什麼時候降息 真的降息跟預期有降息 它還是兩碼子式 因為你真的降息以後 我要付的利息一定就變低了 所以等到這個可能我認為9月這一段時間的行情 會是一個比較震盪的 可是它不會破前滴 那等到不確定性下降以後呢 那可能指數要繼續的往季線上面去做挑戰 好那我們一樣的要來看一下在短線上的籌碼 因為說真的長週期的這個數據經濟我們幫大家掌握好了 可是在短線上面會影響漲跌的籌碼 占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在籌碼呢 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的是 最好能夠看到外資的進空單 掉到3萬口以下 那真的掉到3萬口以下了 可是掉到3萬口以下呢 為什麼好像又跌了這麼重呢 我們在做判斷上 我們必須很坦誠的講 是這個籌碼的狀況來講 還是比較偏空 因為今天是期限都是做空 對外資賣了500多 對500億嘛 然後這個空單也增加了566口 但我說真的啦 這樣子的增加幅度 他不算太誇張 所以外資在行情跌了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空單沒有大幅增加 也就代表他對於後面短線上面 他沒有看得這麼悲觀 那另外還有一個好消息是什麼呢 雖然現在小台跟微台散戶都還是呢 這個偏多操作 可是在最近如果你以圖形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做多的力道有在下降 所以外資回補空單 小台跟微台的散戶呢 把這個多單給減少了 籌碼有在好轉 跟上個禮拜比起來 因此我認為啦 短線上面我們一樣看法 他會比較正當一點 那以籌碼單純一分證去講一分話 是比較偏空的 可是至少跟上個禮拜比起來的話呢 是有比較好轉的情況之下 就不太會再看到我們 上個禮拜好像跌這麼多的狀況 就算真的盤中有跌的比較深 也都很容易有一些低階的資金 慢慢的把它拉上去 就跟今天一樣 好那麼在現在這樣子的經濟數據的背景 跟我們對台股短線上面的籌碼看法完以後呢 我們要來關注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還是樂觀 樂觀要挑什麼 挑族群挑產業 好因為如果降息而景氣沒有非常大的疑慮 那肯定有受惠的族群 一定有受惠的族群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直覺聯想到的 汽車 好 為什麼因為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會用到貸款的第一個叫做房子嘛 第二個叫做什麼車貸嘛 所以我們會用到貸款的 只要跟利率有關 利率一降你利息少付了 那你自然購買的意願就會增加 這個是最直接的影響 所以我們從過去這個數據上面 來幫大家做一下解讀 這是從2000年一直到現在2024年 我們有把三次的景氣循環週期都框起來了 大家會發現紅色是聯準會的基準利率 每一次聯準會降息完以後過不久 藍色這條線是什麼 美國的汽車銷售的年增率 就會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往上拉 當然這也跟景氣循環是有關的 但至少在過去的三次景氣循環階段裡面 每一次大幅度的降息循環開始以後 過不久汽車銷售就往上 那在2020年的時候也是一樣 降息完以後呢 這個銷售的年增率就往上拉 而在這一次呢 聯準會有準備進入新一輪的降息循環 所以可以預期的 如果過去的經驗是可以參考的 那在接下來美國的汽車銷售狀況 應該呢是蠻值得期待的 因為上半年也盛傳說 很多人車帶付不出來 付不出來嘛 爛車帶很多對不對 因為利息太重了 那你一旦開啟降息循環 你利息的壓力減輕以後 那除了原本的車主他不會違約 新的想買車的意願也會更高 那我們在以目前這樣子 對於全球汽車的銷售量 預估來講的話 當然啦在2023年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跳升 是因為前一年的基期比較低 那麼在接下來幾年裡面 大概都會維持在2%到3%之間的成長率 說快不算快 說慢他也不慢 他就是一個穩健增長的 那我們除了這個新車的銷售以外 其實舊車的維護 我認為整個車用市場 他們在2022年的時候 庫存水位真的太高 既然降下來了 這一輪的庫存循環還沒走完 向上的庫存循環根本就還沒開始走 所以我們對整個車用的產業跟族群 其實大家看法不用太悲觀 另外我們還要關注到的是 再繼續看一下 日本7月份的出口 其實是創了歷年來的新高 日幣要升值 他們卻出口創新高 他們東西其實賣得很好 而且主要受惠於半導體 汽車跟 還有另一個半導體設備 那麼在汽車裡面的話 日本車的強項其實是油電混合車 所以對於這個車用的族群 為什麼我們會比較樂觀 因為從出口數據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 另外美國的假期購車潮 還有年底的聖誕節都會有一些促銷活動 也都是傳統的賣車的旺季 那麼我們以今天的行情來看的話 車用電子相關的股票 8月營收公佈出來 事實上年增率表現都相當不錯 雖然晶圓店我們知道他在做封測 可是他在車用的佔比 我記得營收也不算太低 那胡連跟亞光 特別是亞光 今年我們跟大家分享過的大標股 他就是在做車用的鏡頭 那也是因為車用鏡頭營收對他貢獻很多 我們當時分享說股價才70幾塊 然後現在已經來到了115塊 所以在車用相關的這些個股 在今天台股其實還是收跌的 那他們的股價能夠逆勢的翻上紅盤 那代表這個族群事實上有資金在進駐 好也蠻多車用零組件 雖然不是大漲但是紅盤 對紅盤 這個是一個很積極的訊號 這邊看到個腰股了 腰股出來了對不對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車用零組件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 最近可能有公佈8月營收的 或者是即將要公佈的 然後還有盤面上面一些比較 為人所知的這些 車用個股幫大家整理 所以第一個東陽 那其實在目前股價就是一個高檔震盪整理 所以他們的型態都不能說他是空頭 而近期的大標股六方科 哇這個股價已經噴到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有粉絲說他無意間買到 那我們真的是蠻恭喜他 我也希望我們無意間不小心買到 那真的是一個就長期有追蹤的粉絲 跟我分享這件事情 代表什麼追蹤我們節目的粉絲 就有好運氣 對他自己覺得運氣很好 這真的是好運 我們必須說恭喜 那也確實 在以六方科KY來講 他就是被歸類在車用零組件 那麼這個能力集團 我們等一下也會來跟大家做介紹 而車用衝突要間的IKKA 這個是日商 日商 日本的那邊的市場 那還有在做安全機能 建林傳動系統的實作工業 在面對今天大跌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一次的看到了 這一個族群的股價表現 是相對的比較強勢一點 那一樣我們先來看一下 一粒店的部分 一粒店在公佈出來 他8月營收的月增率 18.25%相當漂亮 年增率去年積極低 所以今年表現也會很好 而我們又觀察到了籌碼在近期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集中 那股價也已經轉成多頭 這類型的股票 我們把它歸類叫做剛剛起漲 所以有回頭的話呢 股價有拉回 其實都應該要當成是買點 他今天這麼強 對 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所以股價強勢 他應該只是剛剛開始 好 再來的話375的定頭扣 這段非常的妖 對 漲到大家不知道要怎麼買 從20幾塊30塊漲到110 然後後面這一段休息 從2023年底到今年 整個大多頭都跟他沒關係 都跟他沒關係 那一樣的 他的數字說真的也沒有不好 他就是前面漲太多 所以股價呢其實已經橫盤打底 打了超過半年以上 那如果後面車用族群 要重新的去做復甦的話 那這類型位階很低的股票 就是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 最後的話呢 我們要來講一下這個 大家可能比較不熟 為什麼會注意到他 我也是上禮拜五才注意到他 因為他上禮拜五一架漲停鎖死 好但今天大黑K呢 今天是一根大黑K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在短線上面 有一些隔日衝啊 或者一些籌碼跑掉 但是呢我們要理解到的是 他也是一個 我們剛剛永年老師說的渣男 為什麼 多題材 馬上學壞 多題材 小民同學清純形象馬上 我們是有在認真聽的 那為什麼我說呢 因為他其實還有在做機器人的關節零組件 那這個零組件就是減速器齒輪 跟日本大廠合作 是 所以大家在講機器人的時候也會講到他 那另外的話呢 他在上禮拜五是因為傳出打入AI伺服器供應鏈 AI也有他 AI也有他 然後他的本業是做什麼 做車用零組件 所以他的股價一樣的很強勢的 站上了所有均線 而籌碼呢 至少啦 我們不要說他很集中 但沒有跑掉的情況之下 那我認為這個地方是大家可以關注的一個 強勢族群 那再來呢 我們講到IKKA就不能不假 5392的能率 為什麼 因為IKKA是能率集團下面的 能率集團下面還有一個叫做能率網通 對標股 還有另外之前機器人視覺概念股的加能 也是能率集團的 所以他算是一個集團概念 對他是一個集團概念 所以我們才會放在一起講 能率本身他的最主要的核心業務 還是在車用零組件 所以股價呢 已經在今天呢 一樣股價整個指數是大跌的 可是他卻是逆勢上漲 而且即將挑戰季線 那我們也觀察到了其實400張的大戶 在上禮拜有一個明顯的增持 所以籌碼在短線上面轉強 形態呢也已經準備好隨時發動 這類型的股票呢 就是在接下來 我們會特別注意有沒有機會成為標股的一些公司 好 因為集團類的話 他們可以互相支援對不對 對 互相cover 而且如果說有類似的產業題材的話 也可以一起發動 沒錯 敬諸者是敬永年老師變靈活 好好好 所以非常謝謝小明同學 謝謝